今天早上一起来呢 就听见窗外就是这种滴滴答答的流水声 然后昨天晚上是下了一整晚的雨 今天呢我不知道工地上是不是有人在上班 按道理来说今天是没有工人干活的 因为现在他们做的都是防顶防盖的 然后会淋雨 所以说80%的大概率今天是不会上班 但是具体情况呢咱们得等到到了工地才知道情况 像今天这种雨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呢 是工地就不允许踏掉上班了 不允许工作了 但是呢有几个工地能够达到这种要求的呢 如果每个工地都以这种严格要求的方案来执行的话 那老板岂不是得亏损还怎么挣钱呢 我们的工资估计都发不起了 这边这个工地呢今天是没有上班的 因为他们的上班时间比咱们早 以前路过这个工地的时候呢 他们的大哥都放下来在吊东西了 那是今天没有 今天这个雨呢真的是下的蛮大的 我不知道我那边今天是不是有人上班 但是旁边的周师傅打了一个通宵的婚礼妥 现在还没有下班真的蛮辛苦的 看到工地外面的这么多电瓶车 就知道今天还是很多工人来了的 咱们还是得上班啊 看一下这个水不是很大 但是雨水很密 一会儿身上就会被淋湿了 呀 我哪里走 我又下班了 你猜来自家吗 你有在录啥子 我们拍视频 这个看着好多久 好羡慕他们都有施工电梯坐 然而我呢只能从这个塔的底下 一直爬到顶 太惨了 虽然呢 京都是一个下雨天了 但是咱们还是要上班 拿了工资就得干活 Let's go 我们下班了 monit来判了 这次咱们 也要说 咱们 哎呀 silver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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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